昆山啤酒节开始已经6天了 还有没去过的小伙伴吗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啤酒节的棚房会场 这一座就是活动的主会场 德国慕尼黑皇家啤酒大棚 占地3200亿方 可容纳上千人 横向跨度40米内部 无需任何支撑 全部采用轻量化和不收材料搭建 并且配有大功能银条 年热的夏天也不用担心内容 大家可以放心过来进行开比 隔壁一座是倾倒啤酒大棚 内部配置和主会场完全相同 占地面积也达到3000多匹 同样会有精彩的舞台演出 啤酒节当然少不了各类小社 从入口进来就能看到这一片尖利 各类烧烤小吃甜点品牌一眼尽量 谁能抵出这一片美食的诱惑 再看这里 在这个圆形玻璃藤簧中 是现场的直播代表 还有一片非常适合拍照打卡的地方 一共只有两个露天的旁 可以在这看到晚上的灯光大秀 不过位置不多 记得早点来讲位置哦 最后来看看我们的景色 已经是人山人海 本次活动同行 总占地面积一万年 是昆山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啤酒节 还有想举办各种娱乐活动的 赶紧人秀吧